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关于漫画开本大小的数字 这里有四种不同大小的漫画 从左至右分别是36开 32开 25开跟16开 大家应该有发现数字越小书本就越大 36开的漫画一般书的高度是17公分 但是日本跟尖端的高度是17.6公分 所以如果你是买书套给东力的36开小曼 那么买170的就对了 但如果是尖端的就需要到177才够 所以不是尖端的漫画是特规 而是其他的170的漫画才是特规 不过目前尖端的36开小曼是比较少的 接着32开漫画书的高度是18.2公分 25开书的高度是21公分 最后16开的书是26公分 除了这四种比较常见的尺寸之外 还有像文库版这种口袋书是只有15公分高的 但文库版的漫画目前已经没有看到还有推出新书的 当然也有大过16开的 像是这个8开的战士黑包2精装版 书高就有35公分 但这些都是非常少见的漫画尺寸 理解这些开数大小之后 接着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书本种类的专有名词 首先是单行本 这应该是所有人最常接触的版本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漫画都是单行本 一般来说日曼在周刊连载之后推出的版本都是 它有三个主要的特点 一是定价比较低 通常都在台币200以内 第二是开本可能比较小 一般以36开还有32开为主 当然还是有25开跟16开的 只是比较少 第三就是内页通常都是黑白印刷 一般不会有彩色印刷 就算有 应该也只有在第一卷的开头 主要就是让我们追着连载进度看内容的版本 接下来我们看一些重新复刻推出的版本 这部分也是最多人产生疑惑的 首先它们的名字很多种 这里像是爱藏版 典长版 清装版 豪华版 虽然名字很多种 但做的事情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就是把之前推出过的漫画 用更高的规格重新再推出一次 所谓更高的规格可能会有几个提升 第一是纸张纸纸还有印刷的提升 第二是开本的提升 一般来说会比原本单行本时更大一些 比方来说单行本是36开 那么提升后可能变成32开或者是25开 第三点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两张的彩色印刷 但这不是一定的 第四点就是有可能额外收入了其他专访内容 但这也不是一定的 主要看日方授权时的内容为主 第五点就是新的封面 一般来说这些新的版本 通常都是对应日版的文库版 宽版 爱藏版 新装版 以及豪华版的漫画 在日本推出这些版本的时候 作者也会绘制相对应的新封面 最后第六点就是单本的页数增加 然后整体的卷数会减少 一般来说会是原本单行本的 1.5到2倍的页数 也因此定价会比单行本高上不少 定价范围通常在200-300台币之间 由于单本书变后 卷数减少的关系 所以对一些不熟悉书本的朋友来说 就经常出现两个疑问 第一是 卷数变少了 跟印象中的差了很多 是不是内容被删减了 变成了精华版 第二是定价变得好高 买不下手 明明我记得火影忍者是72本 但为什么爱藏版只有36本 而且平均一本定价270台币也贵太多了 但如果你知道火影忍者爱藏版1本等于2本单行本的内容 那么270除以2也就是135 这135你拿到的是更好的纸张印刷还有更大的开本 甚至还多了收藏盒 如果加上一些折扣 整套买下来其实不会比单行本的定价来得高 还有别忘了算上20年的通货膨胀啊 接下来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完全版 这个基本上可以算是目前漫画内容中最完整的 一般来说会冠上完全版的名字 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首先是书本的开本至少是25开以上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还原了当年漫画在周刊连载时的彩页 也就是说必须完整收入所有彩页 这对早期的漫画其实非常不容易 尤其日本大多出版社对于早期漫画的资料保管并不完整 很多素材其实都不在出版社手上 彩页并不是说想要就有 所以一套漫画如果能推出完全版 通常就会是该套漫画中最好的版本 由于内容提升 整体不管是用纸还是印刷也会跟着提升 单本价格通常定在300至400台币之间 如果算上单本实际内容以及减少的卷数 实际上全套完全版的漫画大概是单型本的1.5倍左右 如果能买到不错的折扣 那么大概也就是单型本1.1到1.2倍的定价而已 不管是阅读或是收藏来说都非常值得的 接着我们看一下金装版的漫画 金装版的漫画目前市面上非常少 最主要的原因是相同的内容 金装版的定价都要高上一些 同样一本书 普通版跟金装版的价差大概1.4倍 但实际上提升的主要是装订的部分 金装版主要就是印书皮跟绑线装订 当然这部分就因人而异了 有些人觉得钱都已经花了 其实也不在乎多花一点 金装的版本更有收藏以及投资的价值 但也会有人觉得漫画能看为主 我花钱是为了买内容 将来也不考虑转售或投资的问题 而目前在台湾后者的比例大约占四场九成 这也是为什么金装版的书比较少的原因 在了解以上关于漫画的专有名词后 接下来我们也顺便说明一下会让书有误会的部分 首先为什么同一套书会有不同的书名 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 光是书名就有三种不同的 但这三套都是正版授权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也太困惑了吧 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是三个不同时期 不同出版社推出的 首先最早的是1993年大蓝出版社推出的 《天才宝贝单行本》 后来大蓝倒闭之后 版权被尖端接手 重新在2004年推出了 《加油天才宝贝的单行本》 在尖端的授权到齐之后 东力在这个月推出了 《我家的天才宝贝爱藏版》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三种不同义名的原因 它的跨度高达了29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上拍卖搜寻的话 那么有可能出现三种版本让人困惑 但如果到书店的话 一般来说你只会看到最新的 《我家的天才宝贝爱藏版》 加上我们前面提到 《爱藏版》的页数会比较多 所以原本是八集单行本的《天才宝贝》 到了《爱藏版》就被重新装订成了9本 并不是内容减少了 而是每一本的内容变多了 由于大蓝出版社倒闭的关系 2004年前后出现大量被重新授权的漫画 日方出版社都会建议新接手的出版社 用新的艺名避免争议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蓝带领的漫画 后来都改名重新推出 但如果原名就是中文像是游戏王 那就可以保留 又或者中文的艺名全就是作者本人 像是灌篮高手 这个中文名的权力就在锦商熊烟身上 那么一样可以保留 不过当时尖端还是比较小心 在书本封面用的是英文名Slam Dunk 只有在授权页的部分 采用了灌篮高手的中文名 接下来顺便解释一下 日本的爱藏版跟台湾的爱藏版有些什么不同 因为这个问题我也被问过很多次咯 为什么有人说台湾的爱藏版不是真的爱藏版 其实这个答案可以说只对了一半 首先日本的爱藏版本身就没有统一的标准 虽然很多是硬皮现装的金装本 像我这边的银河铁道999跟古灵金怪 都是硬书皮现装的金装爱藏版 但其实也有一般胶装的普通书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我家的天才宝贝 这本其实就是一般普通胶装书 然后规格从36开到8开都有 所以定义非常的模糊 主要定义就是有收藏价值 以及至少有一张彩页 但这张彩页也不一定跟漫画内容相关 在台湾主要会用到爱藏版的出版社是冬立 虽然长虹也有一些书是挂爱藏版 但主要还是以动力为大中 撇除12年前的金田一爱藏版之外 比较符合目前爱藏版条件的大概就是2017年推出的 骷髅魔法史爱藏版以及粗暴王女爱藏版 虽然这两套在日本推出时都不是爱藏版 骷髅魔法史是KC Deluxe 也就是豪华版 而粗暴王女则是文库版 这边补充说明一下 很多人会问到KC是什么意思 其实K就是讲坛色Codentia C就是漫画Comic 所以KC就是Codentia Comic的意思 但这也让东力发现了这些复刻书的电金属 所以就开始买了许多日本文库版的漫画授权 然后在台湾以爱藏版的名义发售 所以才会有人说台湾的爱藏版不是真的爱藏版 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些买文库或其他版授权 改成爱藏版发售的书 不过买文库版就不好吗? 其实也不见得 首先文库版因为画面比例是三边留白的关系 其实会比其他开本的漫画保留更多的画面 三边留白就是书的天地跟书口三个边 会为了保留更多的画面 会留一些白的比例避免被裁切到 所以也不见得完全不好 但如果你很纠结它原始版本的名称 那没错它确实不是爱藏版 但如果东力要定义自己的爱藏版 其实也无可厚非 实际上它要把这些书 叫什么版本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来回复另一个问题 新版本的漫画 是否都跟旧版本的漫画内容是一样的? 是的!绝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除了首种的作品可能会 让比较多人混淆之外 首种的作品将来会特别做一个影片说明 因为实在是太复杂了 我们这边讲不完 剩下的漫画大多数新旧版的内容是一样的 但是当然也会有例外 像是通灵王 它后来推出的完全版还有爱藏版 就有蛮多的加比 在新的版本中 所有主要角色登场的部分 全部都重新画过 另外也补上了新的结局 所以结局内容是不同的 另外除了内容差异 有些漫画在新的版本也会变更网点的使用 像是冲梦reload 在早期的单行本 表现阴影时采用的是 amptitude modulation 调平网点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一颗颗的网点 主要是靠改变网点的面积大小来表现阴影 网点越大颗就会让画面看起来越暗 而在冲梦reload新装版中 则改成了frequency modulation 调幅网点 这种网点每一颗大小都一样 靠的是改变排列的密集度 调整视觉的深浅 同一个区域 网点越多越密集 阴影看起来就会越深 这可以非常自然的表现阴影的转折 但是我自己看漫画还是比较喜欢传统的am网点就是了 除了冲梦之外 火凤燎原也是一个变更网点的例子 单行本早期用的是am网点 到了中后期再改成了fm网点 而正程版把前面am网点的部分 全部统一改成了fm网点 所以不是所有新旧版的书都会完全一样的 有很多的细节有可能改变的 以上我们今天已经提到了关于书本开版大小的不同 还有各种不同种类的书 主要有些什么特点 最后我们再补充几款比较少见的书种 首先是灌篮高手的新装再编版 重点是新装再编四个字 新装就是新的封面 再编就是整个重新编辑过 所以这套新的灌篮高手就是有新的封面 然后重新编辑了 至于编辑了什么 其实就是把原本31本的单行本内容改成了20本 每一本厚度不同 断点也有它的用意 但内容故事是一样的 甚至单行本每一画后面的Q版图都有收录 定价是180 这是属于单行本的范围 所以就不用期待它的用值会有爱藏版或典藏版的等级 更不用期待会有完全版的彩页还原 如果你用单行本的标准来看这套书 那么就会非常的超值 接下来 达一的大冒险新装彩路版 相信新装大家也猜到了 没错就是全部新的封面 彩路就是彩页收录的意思 但都已经收录完整的彩页为什么不做完全版 这部分我也不知道 这是目前日本唯一一套维持单行本36开 但是有收录两彩彩页的版本 虽然用纸还有印刷都非常的好 但因为没有达到完全版的标准 所以定价在台币250 而尖端所推出的模续 其实也很类似这个版本 但书本厚度没有那么厚 只是单行本加上了连载彩页 这是连日本都没有的彩页还原版 定价120真的非常的超值 接下来是七龙珠彩色漫画版 顾名思义就是它整本都是彩色的 但是跟之前彩色卡通漫画不同的是 彩色漫画版是以漫画为基础 然后用卡通的配色重新上色 所以所有的分镜线条都是漫画的版本 并非截取拍摄至卡通 然后再剪贴而成的 我发现我身边知道 这套彩色漫画的人非常少 但我个人非常的推荐 还有不用担心用胶的问题 早期的彩色卡通漫画 会有严重的脱胶问题 而现在的这些彩色漫画 都已经改用了PUR胶 这种胶别说脱页 你就算刻意想把页面 私下一页起来也非常的困难 除了七龙珠之外 也有推出五等份的新娘彩色漫画版 最后是究极版 光听名字究极就非常的厉害 但目前究极版只有推出过两套漫画 一套是北斗神拳 另一套是风魔小次郎 究极版的条件有两个 第一是完整收录了连载时的彩页 第二必须是有新的内容 第二点听起来有没有非常的厉害 所以北斗神拳究极版在第11集的部分 新增了全狮狼跟黑王的故事 内容新增了80多页 另外结尾的部分也修正了100多页的画面 不过究极版有一些小小的遗憾 那就是书本只有32开 而非完全版的25开 这套究极版目前台湾是由清文代理 想收的朋友可以直接搜寻清文的官网 目前有书展的特价 另外一套是风魔小次郎究极版 这个目前只有日版 同样在开头新增了80多页的新内容 除此之外 在原本的结局之后又新增了最后的结局 非常值得一看 希望将来我们有办法在台湾推出 风魔小次郎 究极以及究极精装版 如果我们人数够多 这一定是可行的 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喜爱漫画的人 可以聚在一起 这样我们能够更快速整合大家的想法跟建议 找出大家喜欢而且有时常潜力的书 请出版社代理或者实在版 这不会很容易 但我们已经在做了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想法 也喜爱这些漫画的话 欢迎你加入我们 你可以透过下方说明栏位的连结 找到我们FB的粉丝团 COMIC名作复活 或者是直接扫描这个QR Code 另外也欢迎加入我们的社团 虽然名字相同 但粉丝团跟社团两个是不同性质的内容 粉丝团是我写了给大家看 社团是大家都可以在里面分享内容 另外在思考了许久之后 我们决定开启了LINE的第二个群组 目前LINE的第一个群组已经满很久了 如果你来不及加入第一个群组 那么现在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二群 但加入群组也希望大家能遵守一些规则 首先是绝对不能提供盗版的资讯 另外群组不是给大家做生意的地方 是给大家讯息交流 还有快速整合意见想法的地方 不然会有很多争议模糊的焦点 另外如果有缺书 需要大家帮忙找书也是可以的 我会经常在群里做各种快速投票 这部分也请大家帮忙 如果你发现这个QR Code的连结已经满了进不去 那么请看资讯栏 我会更新新的群组连结 明年会有非常大量的复刻作品 是非常非常的大量 年底就开始陆续有消息了 我们下一个影片预计在下周三的晚上上线 这次是关于梅图一雄老师的洗礼完全版 由于老师在这部作品埋了许多的彩蛋 如果不仔细看 或者去思考理解的话 很容易会遗漏掉 当然这影片也会有大量的爆雷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建议大家这几天可以先拿出来看过至少一次 相信会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么我们下次见 Bye